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得 应得 选得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经常参加法会 比方说我们今年要谢天宫 谢太岁 谢财神 天宫是谁呢 天宫就是玉皇大天尊 佛教徒对他有一点误会 他只是道理天 三十三天天主 实际上真正的玉皇大天尊我们讲的天宫 它是同管所有的天的 所有的天包括什么 包括玉界六重天 色界十八重天 无色界四重天 总共是二十八重天 在上面有四种性天 还有一个叫一真法界天 叫长继光土天 那都归他管 他是行政大总管 这是三十三 三十三里面最后一层的 第三十三天里面又分三个层次 所以他总共是三十六天天主 他有罗汉天 有菩萨天 有佛天 分三个层次 三十六天之主 这是天宫 这是玉皇大天尊 他帮了你一年了 你不谢谢他 你好意思 初九你们福建人都喜欢拜天宫 为什么拜天宫 不是祈求天宫 他同管三十六天 同管我们的三界 天 地 人 三才 他都管的 那么他照顾好你 不好吗 他过生日的时候 初九他过生日 过生日你弄点礼物 然后到他的家里去给他住住寿 过过生日 不好吗 人家那些别人一看 哎哟 你这厉害 你这天宫过生日 玉皇大天尊过生日 还邀请你去了 这个人不好得罪啊 为什么 他认识玉皇大天尊 还是别惹他 他不就忽悠你了 对不对 那你不理他 不理他 他凭什么理你啊 凭什么理你啊 说慈悲为怀 你为什么不慈悲啊 你要求别人慈悲为怀 你都不去连这个线 你都不去把这根导线连上 对不对 你跟这些天神发生点关系 对你有什么不好的 当然对你都是好处嘛 turtle下评划 出来上去别人家了 他要把死 Vision 你 dripór 掉下来 laughter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